今天声东激西有洪书仪 和我们讲一下最新的西方医学研究 与香港的政局社会有什么关系 我有很多做傳媒的朋友說 其實如果我們兩個都戴了口罩的話 我們錄一集是足夠很多集用的 因為看不到你的口說 所以其實… 遲些就錄回VIO就可以了 對,錄回VIO就可以了 當然不可以這樣 那是否要多動手來拘捕不同的集數 我們做一些不同的動作可以剪出來 所以我說偷懶真的無極限 因為天氣冷 未賣懶 因為農曆年也要等到下個月 但是戴著口罩做節目 真的有個麻煩 比方便多 因為很多時候看不到你的表情 有時候做節目是要有些交流 是你笑我大概知道你怎樣 你的樣子怎樣拿起來 這樣我就可以傳過來傳來傳去 戴著口罩是真的難一點的 但你問我有些電視台戴的透明口罩 我又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好像打了格仔 這個口罩 因為不是真的這麼清楚 我以為自己有重影 對… 所以也是很奇怪的 所以今天就說說面部表情 和你有甚麼關係 因為大家就開始關心打不打針 打不打疫苗 首先就是流感疫苗 結果不太能打得完 於是高危群組打完之後 都要再放出來讓一般人打 現在再來就是說 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 對… 有點像跑馬仔一樣 十幾隻疫苗一起出閘 有些東西出閘 有些東西未充 有些東西炒得很貼 對… 有些東西炒內線 有些東西在外面 有些就算放棄權 遲些才再參賽 對… 但說到打針和表情和笑容的關係 是怎樣做研究的呢? 你怕打針嗎? 我其實就… 逐止不怕 一直都說男生怕打針 還是男生怕痛一點? 對…因為男生怕痛一點 所以男生怕打針一點 女士就好像忍痛能力高一點 即是你逐止不怕 以前是很怕的? 是… 有些醫生不打針可以嗎? 我會問的 而且我對上一次打流感疫苗 醫生問我說有得選擇 我也是用吸鼻式的 我就不是打進去的 我可以選擇 我可以儘量把棉花貼著就好一點 那你是怕之後 還是怕刺下去那一刻呢? 還是怕之前預計 會出現這件事的時候的感覺呢? 最主要是怕護士 是… 因為她說不要動啊! 怕會太留意護士 不是,她說不要動啊! 很兇的 很兇的 我不敢學她的 還是她有反本性 她一叫你不要動 你就肯定是想周身動 不是啊! 她每次都叫我不要動 想我不動的時候 我就會緊張 一緊張… 就動了 就打下去了 一打下去就… 再痛一點了 其實… 其實我本身不是很怕打針的 但我經常都低估了打針的痛楚 因為… 抽血是不錯的 抽血反而是不錯嗎? 是的,因為我覺得很有生命力 證明我有… 血… 心臟還在跳動 對,身體裡面 但是打針呢? 我感覺上經常都自己想 忍一下而已 就打完 結果打下去 咦? 為何這麼久? 為何還在打呢? 然後… 比較想像之中 那個痛的時期是比較久的 還有,如果你在不同地方驗過身 因為現在有些醫療旅遊 是 有些地方抽血是抽三銅血的 其實抽很多的 對,證明你身體有足夠的血 對,但我的意思是 這樣就刺很久了 即是… 好像有一個很痛的東西 刺著這裡 刺著很久很久很久都拔不走 但其實這些是不錯的 我覺得血管這些是不錯的 我試過要插針在手板後面 手背這裡 這裡就真的痛了 對,那次… 因為它撞著 對,幫我做過癮 可能經驗不足夠 刺來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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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了很久 那次真的是我經驗裡面最痛的一次 聽到也會痛的 對,但一說這些 其實大家未必去到打針那一刻 只是想這支針而已 但你看不到我的口的表情 你都感覺到很痛的 你只是… 已經覺得很痛了 對,但這個表情 其實有沒有幫助 因為很多人打針 自動就會出現一個 抱著口臉的表情 到底打針的時候 做一些不同的表情 有沒有可以幫助到 減低打針的痛楚呢 真的有一個研究這樣做了 即是叫做表情舒緩法 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呢 即是在沒什麼可以做的情況之下 純粹用不同的表情 會不會幫到手呢 即是你是催眠自己 說沒什麼的沒什麼的 一個很平衡的表情 還是你直接去跟自己說 笑一下吧 人開心點就沒那麼痛的了 還是像你這樣 抱著口臉 哪一樣還有幫助呢 即是平和樣子 即是天氣報告樣子 是的 或者科學家樣子 或者是開心樣子 或者是懶惰得住的樣子 是的 究竟是誰可以令你舒緩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 因為假笑 即是普通笑容 因為笑容有分不同的品種 你可以假笑 皮笑肉不笑 皮笑肉不笑 是的 如果真的說 很多時候定義真笑 就是那個倒香的微笑 其實如果簡單來說 譬如你已經笑到會嘴角上揚 然後眼睛有完美紋 那些就是真心一點的笑容 如果說真的牽涉到 你真的很高難度 你戴著口罩說這一樣 很高難度 面部的肌肉的話 就是一些眼部的肌肉 還有拳帶肌 會拉扯到這些面部很多的肌肉 就定義為一個真正的微笑 但你可以叫你笑一下 你不一定是真心的微笑 但你嘗試擺個笑容出來 今次的研究裡 就有普通表情 然後有一個普通的微笑 一個真心的倒香的微笑 還有一種拿霉後面的表情 他就找了231個參加者 去做這個研究 但他們就以為 自己是在參加一個 看看可否是multitask的一個研究 即是不會讓他們知道 其實與你表情 是否做表情和打針 對 因為他免得影響研究結果 今次這231個人 年紀也挺小的 平均19.2歲 然後就要他們對著一個畫面 畫面有些表情 然後跟著表情去做 同時就幫他們 模擬打流感疫苗 但其實不是的 裡面只是安慰劑 即是沒有打什麼 在身體裡面 但真的會刺下去 真的會刺下去 然後就測試一下 那些人的心跳有沒有改變 然後也有一些皮膚導電的反應 看看他們的壓力指數到哪裡 然後也有問他們自己 感覺上主觀地有多痛楚 情緒有多大變化等等 就想看看哪個表情 最可以減低打針的時候的痛楚 結果最出來呢 結果發現… 即是有四種表情 真笑、假笑、抱著口臉 還有沒有什麼表情 結果發現要真笑 或者抱著臉去打的時候 那些人的痛楚程度 是減到最低的 是減了差不多四成的 那種痛楚指數 即是自己形容的 那種痛的感覺 包括他們的壓力指數 心跳等等都反映到類似的情況 因為他的心跳可能沒有那麼快 沒有那麼緊張 對… 那另外那兩個表情 有沒有… 沒有什麼幫助 就沒有什麼幫助 對… 即是假笑沒有用 假笑沒有用 假笑沒有用 即是現在的人很喜歡拍照 自拍照、自拍照 那些假笑 基本上就沒有用 對… 你可以笑得很美 但對於減少痛楚 就沒有幫助 通常笑得很美 笑得很滑 那漂亮不漂亮 見仁見智 但你說真笑 其實會幫助皮膚 其實它動到肌肉 對… 笑是幫助皮膚 對… 原來不僅幫助皮膚 幫助你沒有那麼痛 對… 也可能是你抱著口臉 和真笑 都會牽動到臉上部分的肌肉 所以可能情況有點類似 亦都是因為這樣 可能幫助身體對痛楚的反應 對… 那當然 如果你要有一個應用的層面 就是那個醫生或護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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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重要都是這樣 但你可以做的事 就是… 對… 對… 但我其實這個表情 我不是只是打針會出的 你平時有沒有這個表情 這個表情 煙蓉扭曲 對… 嗯… 我看到一些很起雞皮的東西 我不是… 我洗頭就會這樣 我洗頭就會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洗完之後 會乾淨一點 這樣 其實這件事 可能會丟損頭 不會留那麼長指甲 我不是很長指甲 我也是很勤奮的 這些就是笑 雖然看不到她的樣子 但很明顯 Share的余美紋 就剛才出來了 因為看到這條的紋 其實這次的研究就說 在笑的時候 還有很多時候會練 但你真的… 可能情緒上自己也比較正面 對… 所以也幫助到你打針的時候 一個… 自己主公的感覺 也可能可以幫助到出來的結果 對… 所以下次打針的時候 我想… 抱在口裡可能很基本 但如果可以的話 讓自己心情放輕鬆一點 想一些開心點的事 真的笑的時候 就會令自己… 沒有那麼痛 支援美物出來 對… 歡迎大家 昨晚鄧家彪留下了一個話題 究竟局長是大教訓 戰喘反則 現在開始了 但交表問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接種疫苗的群組 例如醫護人員 有些人說不接種 那怎麼辦呢 甚至發起一些運動 這樣 第一就是我們一定做好 教育宣傳和推廣 將相關的資訊發放 以及透過專家 來發放一些比較有權威的訊息 第二就是我們接種的時候 我們是幾個群組都會開始做的 即是醫護、長者 在院舍裡面的 員工和長者等等去做的 我相信醫護人員裡面 也有不少 他們也希望能夠得到這個保護 去接種疫苗 然後還有其餘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發放清楚的訊息 以及被人看到 這件事本身對於我們控制疫情 對於自己本身 有甚麼幫助和重要性 不過很多問題 可能因為這樣而被政治化 我真的覺得 我又嘗試多一個政治化問題 如果公務員團隊 他不是接種 我不相信這件事 算不算違反了誓言 我又要支持政府 但我自己也覺得 我信不過這件事 那怎麼辦 政府的政策是甚麼 政府的政策 是人民免費接種的 但這個接種 也是自己決定的 自願 也不是一個強迫性 也很明白 你也說這是一個入侵性的反應 所以公務員跟其他市民一樣 都是自己決定做這件事 這與世賢無關 這件事不涉及擁護政府自己推行 擁護基本法 因為政府的政策就是 自願接種 沒錯 這樣 說到宣誓的問題 你一定為打工仔著想 十多萬公務員 本身也是有打工仔的角色 其實我真的想問 如果中間加了一個誓言 暫序你的政治立場 你覺得應否加下去 你跟局長咬一下 你問我的政治立場 或者我對生活的體驗很簡單 我看到國旗 我聽到過功 我真的會縮立 這是人的內心的自然反應 但是附加了條件 對,但人的內心 人的內心是看不透的 有些人會說 你現在搞宣誓 你宣誓又怎樣 如果那個人本身 也不太認同 我會照簽,為了工作 你們會怎樣看 也有些人會說 其實我也沒有問題 我很支持國家 但我習慣了自由 香港的甚麼資訊都看到 我會否分享某篇文章 連工作也沒有 有很多這樣的想法 還有,我們也有留意到 局長在上個月 有一個很快的立法會會議 開場白都是說 如果不做宣誓 就請他離開這個團隊 大家會覺得 我不做宣誓 就離開這個團隊 我已經做了 但我甚麼行為下 會觸碰這些誓言內容 如何處理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 第一件事 就是公務員本身也是打工仔 與政府是僱員和僱主的關係 但是公務員也不純粹是打工仔 因為公務員本身是特區政府的骨幹 公務員隊伍在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裏 這是一個重要的部分 如果你看《基本法》第四章 第四章是政治體制 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 區域組織、公務人員 這是組成我們特區的政治體制 所以公務員隊伍是特區的政治體制裏 重要的部分 如果在政治體制裏參與的話 一定是有一些基本條件和要求 基本條件要求就是 根據《基本法》落實好一國兩制 要落實好一國兩制 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對特區政府負責 這是理所當然的 也是一個基本要求和條件 所以這個責任 其實有沒有宣誓都已經存在 宣誓簽聲明之前已經存在 簽聲明之後仍然存在 所以大家怎麼看 是叫附加條件 那是一個公開的確認 是一個承諾 你一直要肩負的一個責任 又或者你一直在做的責任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簽署的聲明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需要 現在陸續在做 有些主獄官員就選了誓 甚至乎我們也看到 主獄官員就是 那些有片段 簽署的陸續都在做的 是不是 有沒有任何數字可以說 有個案說我不簽呢 有沒有出現過呢 我們在去年7月1日之後 入職的公務員 超過3000人簽了聲明 沒有人因為不簽 就要不聘用 或者終止聘用 現職公務員 我們一月份會發過通告 有一個月的時間 就簽個聲明 我們要看看接下來的結果 我相信絕大部份的公務員 其實根本來說 都會很明白一點 絕大部份 即是你其實心中有數 就是有人會不簽的 我們香港社會 基本上都是這樣 但是會怎樣做 根據法例 過往要辭退的公務員 其實你看回每一條法例 幾乎都是要特首決定的 去到尾 都是特首的 寫得很清楚 這次會不會 都是要走這個程序 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剛才所解釋 簽署聲明基本上 是一個確認和承諾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和條件 所以如果拒絕簽署聲明 我們會覺得 對於他是否願意接受這個責任 是否承擔這個要求 是會有很大的質疑 所以變了來說 也不適宜留在公務員隊伍 所以我們跟我們有一個 公務人員管理的命令 裡面是有一個機制的 那個機制是怎樣的 那個機制就是如果有公務員 他們是我們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 覺得不適宜留在公務員隊伍 我們是可以著令他們退休的 如果公務員牽涉到一些不當的行為 經過一個紀律的程序處理 也都可以去有個懲處 最嚴重的就是隔職 通常有上訴機制 會有新變的機制 做了決定之後 亦都可以上訴 但這個邏輯卻不通 因為簽和不簽是一個 是否的問題 那他有什麼新變的理由呢 我們一定會問回 對現職公務員同樣 他如果拒絕簽署 我們都會去問回他 就是為什麼 即是不簽署升任 他有一個新變 有一個解釋 我們考慮這個之後 去做一個決定 即是走掉程序而已 我對公務員團隊 我也是信任的 也是依法行事 也尊重政府 無論作為僱主 還是作為整個社會的領航者 大部分公務員 或絕大部分公務員 都會做好自己的工作 但其實他們有些考慮 亦都說實在 我不知道這個數字 就是不排除 始終19萬公務員 可能他們自己 擁有外國護照 即是西方國家 很多都很歡迎 加拿大有30萬香港人 其實是加拿大國民 那會不會就是這裡 有一個衝突位 即是我簽了 我會不會喪失 我在加拿大、英國、澳洲 移民的權利 或者護照的擁有權 這裡你們怎樣拆解 兩點 第一就是 如果我們在公務員隊伍裡面 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一定是優先的 至於你有其他國籍等等 我覺得沒有這種矛盾 第二就是 在我們現時 在基本法裡面 有一些所謂有法定要求 要宣誓的 其實都牽涉到 有一些不是中國籍的人士 譬如我們的法官 一樣他們都要宣誓 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 同樣地都是去做這個承諾和確認 另外你提到 可能有些同事擔心 會不會對言論自由有影響 等等各方面 我覺得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言論自由在基本法 香港法例受到保障 還有我們出發點一定是由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我們自己本身有 我們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的保障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你有公務員的身分 這個身分本身 對你來說 是會有些要求的 但在他們的言行上 你是不能與你的身分 出現矛盾和衝突的 我覺得是要拿捏 所以這個是 匿匿在目的 2019年黑暴 有一些公務員 拿著公務員的 一些僱員的證件 遮了名字 然後表示立場 這些坦白說很過分 根本就是在引導社會 去到一個越搞越亂的方向 你認為過分 現在就有一個時間 對 分別就在 有些人可能真的 對政府有很多不滿 但是他也是公務員 他做了這個宣誓之後 他就不再表態了 作為公務員 但是他會否公余時候 不告訴別人職業 他繼續做 那又如何 你又留下的話題 對 又有一晚時間想想 好嗎 明天就回答這個問題